庆余年 猫腻 第二卷在京都 第41章登堂 前一辆马车里 叶灵儿与范若若在说着话 真是麻烦你了 叶灵儿脸上忽然有些犹豫 不过那位真是费大人的学生 看着很年轻 范若若笑了起来 我知道 这大夫总是老得好 但京儿也只是让他去看看 毕竟费大人的医术可是连御医都很佩服的 我们家与费大人有些关系 让他去瞧瞧总没有什么坏处 叶灵儿一想也是这么回事 林家姐姐的费牢 始终没有哪位医生能拿出真正的法子来 宫里曾经传过费界 谁知道费界寻边去了 一时半会儿又回不来 今天能找到费界的学生 也算是运气不错 他想了想 终于还是没有忍住 问道 若若 听说昨天你哥哥被人给告了 范若若心想你此时问这个干什么 好笑回答道 是不是又给我哥加了一条罪状 叶灵儿冷哼道 这次我成你的情 但是对于你那哥哥 我是没半点好感 男子汉大丈夫的 竟然像个面团似的 别人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也不知道有点儿自己的意见 范若若心里一乐 心想如果自己哥哥真的有了自己意见 这门婚事自然不成 到时候还不知道谁不高兴 却不会说什么 微笑着回应道 我们这种身份的人 早就应该清楚 很多事情都会身不由己的 可是你哥也太胡闹了吧 明明都要娶林姐姐了 居然还去 还娶棉花素柳 这让林姐姐的脸往哪儿放 叶灵儿想到最近的这些传闻 怒上心头 恨恨道 不止如此 还当皆打人 这种品性 若若你不要生气 你说说 如果让你嫁这样的人 难道你肯甘心 范若若叹了口气 心想 那有什么不甘心的 转而说道 所谓流言 止于智者 这些外面人胡搅的东西 你理会做什么 我家兄长也不是一个一昧蛮不讲理 四处风流的人 叶灵儿冷笑道 还不是 你知不知道 从昨儿起 京都里的人都是怎么称呼你哥的 怎么称呼 范若若睁大了眼睛 好奇问道 她确实很想知道 京都里的大众们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个与众不同的兄长 说她是 范府那个打黑拳的 叶灵儿气呼呼说道 你看看 你看看别人怎么看你哥 范若若眼嘴一笑 也说道 那里知不知道我哥还有个绰号 什么 太后曾经说过 万里悲秋常做客又打人了 范若若忍住笑意 万里悲秋常做客 这个绰号是不是长了些 叶灵儿知道对方是在告诉自己 那个叫范贤的人不仅会打黑拳 也做的一手好事 她哼了两声 也不可能反驳宫中太后的意见 很明显太后很欣赏范贤做的这手事 两辆马车 一前一后的驶进了离皇宫不远的一个安静院落 院外明显可以看到有许多宫中的侍卫 腰边记着是样简单 却方便拔出的短刀 下了马车 叶灵儿熟门熟路的便要往里走 不料却被门口侍卫拦了下来 叶灵儿好奇说道 怎么了 侍卫为难说道 叶小姐进去自然无妨 叶灵儿气急而笑 拉着范若若的手 说道 这是思南伯家的小姐 京中大大有名的才女 她瞪了范若若一眼 万里 碑秋常做客的妹妹 难道还不能进去 万里 碑秋 常做客是谁 侍卫大人晚大的字能认得一锅 当场就傻了眼 万里 碑秋常做客本人 这时却躲在叶灵儿的身后苦笑着 叶灵儿扑斥一笑 心情好了许多 解释道 今天请了卫大夫来给姐姐看看 你难道还拦着 侍卫转过头去 看见那个脸色有些难看 身体有些勾搂的医生 心里想着 好家伙 自己的身体都整成这样了 还敢给郡主看病 但这话说不出口 毕竟要给叶家小姐面子 这宫中的侍卫 有几个不和叶家 有或多或少的师门关系 她苦笑着说道 叶小姐 如果您早前给大人们说一声 我肯定不敢拦您 也不会拦这位大夫 但今天确实不行 您看您请的这位大夫 又没有在宫中上册 这就去治 万一治出个好歹来 范贤低着头 心里有些着急 不会辛辛苦苦跑这一趟 最后连林家小姐的脸都见不着 就要撤了吧 她却不知道这是她自己种的果 今日得的因 上次她糊里糊涂的闯入庆庙 与宫殿对了一掌 整个皇宫的侍卫 都被红公公和大统领 骂了个狗血喷头 所以如今才会进界的如此森严 瞎说什么呢 这位先生可是监察院费打人的学生 叶灵儿瞪了侍卫一眼 侍卫一听到费打人三个字 再看向范贤的目光 就开始油然起镜 悄无声息的退后半步 却想到了一件事情 皱眉到费打人的学生 怎么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 叶灵儿也想到了这一点 心想以费打人的医术 她的学生应该很出名才对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她狐疑的转身 望了一眼范贤 范贤却是早有准备 满脸阴沉的摇了摇头 从怀里掏出一块腰牌来 腰牌是监察院的腰牌 没有人能仿冒 或者说天下的能工巧匠 没有人敢仿冒 这还是六岁时费界离开 但周前送给范贤的 侍卫拿过腰牌一看 毫不困难地确定了 对方的身份 再看着这个年轻人脸上的 阴沉之气和辣黄脸色 就有些明白了 这确实是费打人的学生 常年和独物近在一处 想不成这副鬼样子也很难 既然找到了足够承担责任的担保方 侍卫自然放行 三人走入安静的小院中 沿路偶见花丛 一条小石子路从花丛里伸了出去 通向院子深处的一壮小楼 有丫鬟请三位上楼 然后端上茶来 范贤留意对方行指 发现这丫鬟一举一动间极有分寸 很明显是在宫里受过了常年的训练 又过了些时 一位老摩摩走了出来 略带娇色说道 叶小姐您来了 叶灵儿明显不喜欢 这个老摩摩冷哼了一声 算是应答 问道 姐姐呢 小姐正在睡觉 不知道叶小姐今日前来有何贵干 老摩摩貌似恭敬地站着 语气间却是居人鱼千里之外 范贤不免有些意外 心想这又是哪一出 叶灵儿今日不想与这老婆子斗嘴 嚷嚷道 我给林姐姐请了喂好大夫 你去通传一声 等姐姐收拾好了 这位大夫就来看病 老摩摩看了范贤一眼 知道这便是那位医生 冷冷说道 小姐身份您也是知道的 除了宫中御医之外 还有谁够资格医她 叶灵儿又将范贤的身份搬了出来 谁知这老摩摩竟是毫不退让 比外面的侍卫还要难产许多 范贤不知道如今这皇家规矩 但繁卫出格的女儿 总是身边婆子女官衣大堆 虽然不见得有什么束缚 也不像前世清朝那些恐怖的老厨女 但这些女人们总是忠心蠢蠢 绝对不会让自己的主子 接近任何的危险 范贤有些不耐烦了 向范若若使了个眼色 范若若会议笑着站了起来 对叶灵儿说道 既然不合规矩 那我们就走吧 毕竟这地方不比京都别处 叶灵儿果然经不起机 跳江起来 对着老嬷嬷就是一顿臭骂 范贤皱眉看着 心想这小姑娘脾气果然太暴 将来不知道谁会教训她 此时范若若又假意劝解 将委委屈屈的老嬷嬷 劝到桌旁坐下 又递了杯茶给她喝 一会儿之后 老嬷嬷忽然脸色一变 急匆匆地走了 此时林小姐的大丫鬟 听着声音从里屋出来 看见老嬷嬷不在 就将三人迎了进去 叶灵儿虽然脾气大 但却不傻 疑惑地看了一眼范贤 范贤半低着头 什么都没说 跟着走了进去 她的身上永远揣着一些 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正是解药 迷药 春药 药药不离手 还有匕首 暗怒 五竹书 这三大护身法宝 有这些东西跟在身边 真可谓是天下都去得了 入得林家小姐归房 范贤低着头 不敢有万分异动 只是鼻尖传来阵阵悠香 才知道房里点着高原上特有的某种香料 这种香料有助于病人吸神静养 只是香味太浓 便将这小姐归房里本应有的脂粉味充弹了许多 叶灵儿先进漫后 说了些什么 然后范若若又走了进去 范贤运功于耳 听清楚了妹妹正在向那位姑娘问安 那位姑娘却只是咳了几声 似乎有些气喘 范贤在心里勾画着里面的场景 不知道小姑子初见心腹 二人会是怎样的表情 一念及此 范贤才发现自己确实有些心花花 明明爱上了那位啃鸡腿的白衣姑娘 今日入得林家小姐归房 嗅得满鼻一香 却又开始幻想林家小姐脸上的红韵是什么模样 先生请进 叶灵儿带主人相邀 范贤微微直了直身子 先慢而入 第四十二章入室 范贤第一次踏进自己 未婚妻的闺房 却是用的大夫身份 进入她眼帘的 首先是那张青螺为室 子黎为钩的床 然后是三位姑娘 一位是叶灵儿 一位是妹妹 还有一位正低着头 忙着拉好床上的漫步 是那位大丫鬟 范贤咳了两声 走上前去 在丫鬟端过来的圆凳上坐好 像个正牌大夫一样 啰了啰和下胡须 只是这新瞻上去的胡须 有些不结实 险些落掉了 她赶紧撤了这座派 开口问道 烦请小姐伸出手来 林家小姐自然正躺在床上 隔着漫步 也隐隐约约能看见 那鸟鸟身段 她听着大夫说话 缓缓将左手伸了出来 搁在柔软的腕枕之上 这腕枕似乎是常被织物 就搁在一边 看来宫中的御医常来诊治 范贤看着那白如镜玉的一截手腕 心头一动 不知怎地竟想到 如果将这手腕的主人取回家去 日后便可以摸了再摸 快活的不行 她赶紧收敛心神 伸出一根手指 搭在手腕上 指尖与林小姐的手腕一处 双方不知道为何 同时抖了一丝 叶灵儿不敢打扰大夫 好奇地看着这位费大人的学生 发现对方只用了一根手指 想到传闻中费大人的手段 越发多了几分信心 她哪里知道 范贤虽然颇通医术 但毕竟只学了一年 哪里能和真正的御医比学养 唯一的强处便是在用药和前世的少许见识 之所以故意用一指断脉 只是想虎一虎身舟的人 树立自己神医的形象 范贤的指头 绝着滑腻干净 不免有些异样的感觉 竟似舍不得放开手 略依陈吟说道 小姐脉相有些虚 但造诣十足 虚损火旺相杂 细弱油丝 倒有些麻烦 怎么了 能不能看看小姐的面相 好做判断 不行 打丫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提议 虽然庆国风气比较开放 但床上这位却是皇帝一女 身份太过特殊 就连御医都不让看脸 更何况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野路医生 范贤有些失望 转而说道 听说御医正断定小姐是废牢 回答她的依然是打丫鬟 那位林小姐似乎有些虚弱 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是 范贤想了想 觉得似乎有些把握 毕竟肺牢就是前世的肺结核 虽然自己穿越时 没有像其他大能那样带上一个急救箱 但治病的法子总是有许多的 于是她继续问道 小姐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劳 而且经常咳嗽 是 是不是身体渐渐瘦了 是 是不是经常感觉朝热不堪 是 范贤有些恼火 这大丫鬟的嘴真快 她眼珠子一转 问道 是不是经常流虚汗 是 大丫鬟依然抢着回答 但范贤却像是没有听到 在伸出床外的那只柔软手掌掌心里 摸了一下 发现确实有些微润 林小姐万万想不到 外面的大夫竟然如此大胆 又羞又急地将手缩了回去 范贤的动作很快 所以床外的三位姑娘都没看见 范贤皱眉道 还没有咳血吧 已经开始咳了 入春的时候好了些 不过前些天又咳了起来 看见这年轻的大夫将症状说得准确 大丫鬟收回了轻视 带着一丝交集和希望回答道 嗯 范贤沉吟少许后 郑重说道 小姐确实得的是肺牢 听她问了半天 居然就说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大丫鬟咬着下嘴唇 恨不得把这个大夫赶出去 叶灵儿瞪了她两眼 范若若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低下了头 范贤却不理这些 站起来自去书案前找了支笔 开始写药方 写完之后 大丫鬟拿到手里瞧了瞧 发现依然是百合铜金汤 只是多了两位 紫珠草和黑山枝 又还多了一位黄禽 她皱眉问道 黄禽苦寒 泄火兼音 但是太伤元气 能用吗 所谓九病成一 这丫鬟几年来看着不同的大夫 为小姐看病 对于治肺劳的方子 熟的不能再熟 所以一下就指出了其中的问题 范贤看着她 不免多了几分佩服 解释道 只要病人身体好 应该无碍 先用猛药冲上一冲 然后再徐徐涂脂 打丫鬟看了她一眼 有些生气说道 小姐得的是肺劳 身体虚弱得很 怎么可能禁得住 范贤笑了笑 也不生气 小姐既然已经咳血 那这病就有些重了 所以得先养好 再用药 到底是先用虫药 还是先养 叶灵儿已经听得 有些糊涂了 范贤咳了两声 从现在起 每天给小姐喝一碗养奶 记住要喝声的 她这是前世听的某个偏方 而且确实很有效果 她又问道 小姐的饮食如何 打丫鬟正在想着养奶的事情 又听着这句话 自豪回答道 每天青粥小菜 绝对没有挨过一点荤腥 范贤大怒 心想都病成这样了 你们怎么还这样呢 一个弱弱的小姑娘 居然还不让她吃好点儿 也太过分了 看到旁边妹妹和叶灵儿 奇怪的眼神 她才知道自己这气生的太没道理 伊林小姐的身份 怎么也不可能有人 还在口实上刻扣才对 想来一定另有原因 自嘲一笑 问道 为什么这么吃 三位女子 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她 心想肺劳患者 要记昏腥 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 偏偏范贤兽的教育 却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她很执着地说道 得让小姐吃些好的 不要再挤油昏了 养奶一定要喝 日常的膳食也必须丰富些 如果一时适应不了 就用生山药 生一米各一两倒成粗渣 煮至烂熟 再将是双饼半两揉碎 倒里面调匀喝下去 等半月之后 再用我先前开的方子 她自顾自说着 别人却是皱着眉 没有谁敢听她的 就在这个时候 先前在外面拦着他们 一和三人的那位老嬷嬷 扶着腰走了进来 不知道刚才做了什么 竟然如此辛苦 说话的声音都有些软弱无力 你们怎么进来了 打压还笑着迎了上去 解释道 这位是叶姑娘请来的医生 小姐同意让他们看一下 老嬷嬷有些不高兴 说道这宫里的御医 也是每两日来诊治一次 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稀奇处 打压还笑说道 倒确实有些稀奇 都已经判定小姐得的这病 还让我们给小姐 天天准备些山珍海味 老嬷嬷一听 拼命摇头 说这可千万使不得 万一耽误了小姐病情 这可如何是好 只说了两三句 她面色一变 匆匆告罪离开 范贤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对那位丫鬟说道 学生这纪要 一定得配着先前说的禁用 不然万万没有效果 丫鬟却依然不肯听她的 搞得范贤恼火得很 心想将来若真的 能与你家小姐同冤账 定舍得你别被铺床 她无奈说道 我这里有些现成的药丸 先吃两粒痒痒 如果疗效不错 你应该信我了吧 药丸或许是好的 但肉是一定不能吃的 这丫鬟可真宁 犯贤气的是咬牙切齿 却不知该如何办 当她渴血的时候 她在渴血 当她当她急得咬牙切齿时 她也急得咬牙切齿 杀曼之后 那位虚弱躺在病榻上的青丽姑娘 听到外面大夫的声音 早已急得不知该如何办才好 那声音如此耳熟 明显就是自己在庆庙偏店里 遇见的少年郎 虽然不知她为何来到自己家 也不知道她怎么变成了费打人的学生 但是但是 林姑娘双手紧紧地抓着筹背的边角 可爱得如背白牙 轻轻咬着下嘴唇 十分激动 一抹并不健康 但是格外魅力的红色染上了她的脸颊 这可怎生是好 明知道那人就在漫外 却不知该如何相见 真真丑死个妹妹 爱杀了个人儿 听到外面的对话 似乎渐渐结束 那个声音的主人就要离开 姑娘终于忍不住了 撑着身体坐了起来 斜靠在床头 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才喊出了蚊子般大小的声音 等一等 听见曼沙后的声音 外面的四个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反应 丫鬟首先走了过去 低声问有什么事情 叶灵儿则是面露观心 而若若却是想着 今天哥哥冒险 乔庄来到这里 却没有办法看见林家小姐一面 所以下意识里去看哥哥的表情 不料却看到了一只呆鹅 范贤听到等一等 这三个字之后就呆了 化身为呆鹅 傻乎乎地看着床上 似乎要隔着几重曼莎 看清楚那里面女子的模样 以证实先前的声音 在庆庙的时候 她曾经听过白衣姑娘说话 尤其是那句 其实只有那句 你 是谁 庆庙里轻柔的三个字 却是令她印象无比深刻 未曾忘记 范贤马上知道沙漫里的人是谁 一股子得到失去 负到得到的狂喜 冲入她的大脑 让她在短时间内有些麻木 有些不知所以 受到冲击之后 马上想到黄力行的那首歌 阴浪太强 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所以她有些摇摇晃晃 却马上清醒了过来 硬生生止住了一把掀开床前 那道杀的冲动 小姐 有什么事吗 丫鬟在床边低声问道 叶灵儿也走了过去 皱眉道 沉沉 你先躺下去 坐起来干嘛 这 这位大夫 先前说的似乎狠 有些道理 沙曼里的姑娘似乎有些着急 该如何措辞 当面看看 或许大夫会更有把握些 丫鬟听小姐都这么说了 但记着规矩 只好为难地将求助的眼光 投向叶灵儿 叶灵儿这个时候 已经有些怀疑范贤的医术 所以劝了几句 没什么必要的话 但耐不住林家小姐的坚持 心头一酸 直到姐妹自存来日无多 所以不肯放过任何一线希望 她好叹了口气 伸手去拉沙曼 就在这当儿 那位可恶的老摩摩 第三次上了楼来 看见这目一惊 便要去拉范贤离开 范贤心头一怒 心想你还真是麻烦 两道目光如雷神发怒般 瞪了过去 目光急处 老摩摩一捂肚子 落荒而逃 范若若自然知道 自家哥哥的目光并不能伤人 这是解药还在坚定地发挥着作用 忍不住眼嘴而笑 此时范贤的唇角也挂着一丝微笑 看着渐渐拉开的沙曼 等待着二人相见的那一刻 沙曼拉开 禁贝之中 一个肤色白皙 双眼水灵 面有红韵的清丽姑娘 就这样出现在众人面前 如同没有旁人一样 两对目光柔和 却坚定地对到了一处 范贤的目光里满是喜悦与开心 而林家小姐的目光却 十分枉然和失望 范贤马上反应过来 自己今天化了妆的 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未婚妻 自然没有办法当场认出自己来 眼神里不自禁地 带上了一丝笑意与无奈 林小姐在丫鬟的搀扶下坐好 看着面前这个陌生的年轻大夫 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 但渐渐地眉头皱了起来 似乎在回忆一些什么 似乎从这个年轻大夫 笑吟吟的眼光中发现了什么 叶灵儿忽然觉得 费大人的学生目光十分令人讨厌 催促道 傻站着干嘛 范贤微笑着走上前去 细细端详着 那张自己记挂了几日的美丽容颜 看着那抹不健康的红韵 心头生出万分怜惜 柔声道 一定要按我刚才说的法子 进食吃药 知道吗 听见这声音 再次响起 看见这完全不一样的脸庞 林家小姐有些晕眩 手臂撑在床上 轻声说道 麻烦您了 离开林姑娘闺房的时候 林姑娘极有礼貌地 谢过了这位年轻的大夫 与范家小姐 她知道这位范家小姐 将来极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小姑子 所以心头难免 会有些莫名的情绪 再看那位年轻大夫 心头更是一片激荡 明明声音是她 为什么却不是她 看着那位年轻的大夫就要走出门口 林姑娘十分着急 却根本没有法子 身为名义上的郡主 先前坚持见大夫一面 已经是极大胆的举动 难道还要自己去追问对方 前些天你是不是去过庆庙 是不是看见一个白衣的姑娘 还记得那只鸡腿吗 罢了罢了 明明不是那个人 只是声音有些相似罢了 看来这些天睡得太沉 又太记挂那个声音 竟有些入了魔障 就在姑娘家患得患失 剑躯失落的时候 范贤忽然在房门口 顿住脚步 回身带着一丝 古怪的笑容说道 养奶要喝 荤腥要沾 如果饿了 多被几个鸡腿吃吃 林姑娘眼睛一亮 问道可这些天味口不大好 时常有些恶心作呕 不要紧 吐啊吐的 就吐成习惯了 范贤发现自己将来的老婆 是个聪明人 十分欣喜 说道 白天可以通通风 但晚上一定要记得 关窗子 叶灵儿和丫鬟 觉得这个大夫 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在回饭府的马车上 没有什么外人 只有一脸微笑的范贤 和正在旁边偷笑的范若若 范若若看自己哥哥 想忍住狂笑的冲动 忍得十分辛苦 笑着说道 想笑就笑吧 憋着干嘛 这话一出 马车里顿时传出一阵极快意的大笑声 十分响亮 惊着了道路 两旁行人 吓坏了 手在前面的藤字经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真巧 看见哥哥高兴 范若若也忍不住 替他欣喜 没想到林家小姐竟然就真的是哥 在庆庙遇见的姑娘 是巧 范贤恼恼有些发扬的眉毛 笑着说道 以后别叫什么林家小姐了 叫嫂嫂 范若若取笑他 十月才过门 现在就叫嫂嫂 会不会急了点 而且呀 你知道宰相大人和长公主 都是不喜欢你的 你不也是曾经想过 推了这门亲吗 范贤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道 此一时彼一时 如今的哥哥 可是一定要将那个女子 娶回来的 别说宰相大人长公主 就算监察院 那位院长大人 回了京都 我也不去管她 范若若忽然好奇问道 今天其实我也是 第一次看见林 嫂嫂 她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嫂嫂虽然生得轻力 但也没你上次形容的那般 美若天仙啊 范贤一争 正中问道 这还不算美若天仙 范若若很客观地说 不算 范贤想了想 有些茫然 半天之后 才说道 难道这就叫做 情人眼里出西施 哥 你这句话的意思 我大概能明白 不过西施 是哪里的美女 范若若很好学 范贤这时候 满脑子的林家姑娘 早就丧失了这些年来 甘当妹妹师长的优良传统 随便糊弄道 西施就是淡舟港 一个卖豆腐的姑娘 长得很漂亮 皮肤很白 骗人 范若若有些不满意了 发现哥哥 自从确认将来的嫂嫂 就是欣赏人之后 整个人都有些恍神 范贤安慰道 哪有骗你 你小时候还偷偷跟我溜出别府去菜场逛过 当时他就在那里卖豆腐 只不过你年纪小忘记了 范若若将信将疑 回顾今日之事 范贤心中无比感慨 这哪里是穿越 这明明是言情小说 林小姐姓林明婉儿 小名叫一辰 从小在皇宫中长大 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 她的身世有些离奇 所以虽然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当今的宰相大人 却没有太多机会可以与父亲见面 倒是与舅舅亲近些 尤其是四年前 舅舅给自己指定了婚事之后 更是连母亲都被剥夺了 管自己的权利 倒是有了些轻松自在的日子 只可惜这种日子也未免寂寞了些 叶灵儿又常常随着自己的兄长们在定州那边疯 就算在京都入宫也不是太方便 所以身边连个能说说提己话的人都没有 年初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舅舅让人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统了出来 当时她还以为舅舅是准备让父亲难堪 逼父亲请辞 谁知道后来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反而是将四年前搁置的联姻仪式 重新提上了台面 姓范鸣贤 户部侍郎范大人在淡州的私生子 林婉儿唇角浮起一丝苦笑 看来对方也是个苦命人 从小就见不爹妈的面 只是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嫁给他呢 难道说自己的身份就是如此的不光彩 只好胡乱许给范贤 不知道范贤长的是什么模样 林婉儿无法自意地想到白天的那位大夫 一丝笑意涌上唇角 眼嘴笑了起来 那人可真好玩 居然想了这么个法子混进别院来了 要知道这里可是皇家别院 禁卫森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冒充费大人的学生 还真是个胆大包天的人 但他马上想到 这个人是随着范贤小姐一起来的 难道他和范贤有什么关系 那他一定知道自己与范贤那位公子的婚事 天啦 既然他明明知道这些 为什么还要来见我 为什么还要对自己说那些话 梁抹红韵在他的脸颊上 像霞云一般美丽 在旁边铺床的丫鬟 看着鞋椅在床头的郡主 不由有些呆了 笑嘻嘻问道 小姐又想到什么开心事了 最近这两天老看你 无缘无故地笑 林婉儿有些窘迫 说道 难道笑也不能笑了 丫鬟吐了吐舌头 憨憨地走到窗边 去关窗子 此时夜已经深了 早已到了入睡的时辰 林婉儿想到白天 那位少年说的最后一句话 低声说道 你去拿些箱来 丫鬟心想不是还有吗 却没有说什么 自行下楼去 林婉儿走到窗边 纤细的手指放在窗帘的小横幕上 心想到底关还是不关呢 一想到自己身上的病 一想到自己已经许给了叫范贤的那个陌生人 林婉儿心头一痛 手指暗暗用力 将这窗子死死地关住 第43章破窗 春夜亘古生起 正是鸡鸣狗到家时 一个黑影儿 从范府的后墙上像叶子一样 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落地时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胆胆身上的灰就没入了夜色之中 这人自然就是范贤 他一边在黑夜里前行 一面心里想着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能够一掠十丈的真正轻功呢 害得自己爬墙的时候 总要落一身灰 京都虽然繁华 但到晚上还有灯光的地方 毕竟是少数 比如像瓦弄像那边 因为要摆夜市 还有杂耍 再比如刘京河的水潭那边 前半夜的时候 因为要接恩客上船 所以河边也会有些灯 而其他的街道 大多数都是一片黑暗 只有旁边民宅里的悠悠灯光 偶尔会透过门缝 投射到青石板 砌城的大街上 映出一道细细暗暗的线 范贤就在这些模糊 不可见的线条间穿行着 在黑夜里奔跑着 夜风清凉打在 他微微发烫的脸上 感觉很舒服 没有花多少时间 他就已经来到了 今天白天曾经去过的 皇家别院旁的小巷中 远远看着院子里的 那方小楼 他皱了皱眉头 四周一定有些内功的侍卫 用五竹书的话 自己顶多是 七品的内功修为 三品的细腻控制 如果想贸贸然闯进去 而不惊动这些高手 一定要非常小心才行 他必须见到林小姐 虽然还不知道 对方的全名是什么 但他需要告诉对方 自己是谁 将来你会嫁给谁 最关键的就是他的病 黑夜里一片安静 打羹的帮子声 刚响起不久 短时间里 一定不会再次响起 偶尔会传来几声 稍显有些月迹的蛙名声 范贤安静地 站在巷口的墙后 调吸着自己体内的真气 让那股霸道的真气 缓缓布满自己的全身 以后腰血扇处为疏控 完美地控制着 自己每一部分的肌肉和神识 他不知道五竹书 在不在旁边 但他知道 总不能一生一世 都依赖着五竹书 因为五竹书在墙 也有照顾不到的时候 不然自己的母亲 当年也不会香消玉云 将双手在衣服上 使劲地擦了擦 保证上面 没有太多的汗水 然后找准了 皇家别院后墙一处 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真气缓缓渗出掌心 再由掌员奇妙收回 形成一个小凹陷 就像以前在淡州港外爬悬崖一样 很轻松地依附在了墙面上 缓缓往上爬去 这面墙足有两丈高 一般的高手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跳过去 而且墙面光滑 所以皇家侍卫对这里的防守是最薄弱的 谁也猜不到金儿个来投降的 居然是一个蜘蛛人 爬到了墙头 范贤一手攀在墙上 一手抹掉额头的冷汗 心想来看自家媳妇儿 怎么也要冒这么大的险 此时却不是后悔的时候 抬头望天 只见那梅月儿正要顿入云彩之中 不由心头一喜 荧光忽暗 嗖的一声 范贤就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园子里 像只狸猫一样 钻进了秘密的短树丛里 借着树木掩住了自己的行迹 这一整串动作由直直落下 转成向前急冲 竟没有发出太大声响 全亏了在淡舟时 五竹对她的严苛训练 其实别院里没有太多侍卫 这时候时尽子叶 更是松懈 只听着远远的前门处 似乎还有人没有睡 但园子里根本没有人在寻查 范贤松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小楼下面 抬头发现楼里的灯光早就熄了 一片黑暗 她心里想着 不知道她睡着了没有 楼下门关着 而且不知道那个老摩摩 会不会肚中余肚不清 半夜起来出宫 所以范贤苦笑着 舍弃了这条道路 转到楼外 双手针力缓出 用力扣住木制的廊柱 往上面爬去 爬到顶处 第二层木格却是突出了一部分 约有两尺长的距离 范贤轻吐一口气 伸手去摸 摸到了一个小缝隙 用食指和中指抠住 身体一荡 便悬在了空中 腰腹一介力便摆了起来 像只蝙蝠一样 向上一纵 死死地贴住了窗户外面 白天见面的时候 最后说的那句话 范贤相信窗内的那位姑娘 一定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她满脸自信 微笑地轻轻一拉窗子 没动 她稍稍用了些力 再一拉窗子 居然还是没开 林婉儿早早就上了床 但却一直无法放睡 躺在软软的宝贝之下 双手抓着背脚 一双大眼睁在黑夜里睁着 清亮无比地 看着头顶的床顶 不知道在想什么 窗外的动静 她马上听见了 心头一紧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万万想不到 那个少年 竟然胆子真的如此大 居然敢半夜 墨进皇家别院来 她本应喊人 但一想到 如果是为赶了过来 那个漂亮的少年 只怕会落个死罪 所以心头又有些不忍 紧紧咬着嘴唇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好在窗子关上了 她在心里安慰自己 心想只要对方进步来 自然会知难而退 如此一来 自己不会面对自己 根本不想多想的局面 那少年也不会落下 如此大的罪名 可惜是不如人愿 只听得窗户那里 吃得一声轻响 便被人推开了 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少年 握着把涂着黑漆的细长匕首 从外面翻了进来 林婉儿隔着沙漫 看见这一幕 下意识里便要喊了出来 但一看见那张脸 那张在清妙神台漫部外 看见的干净脱沉的脸 不知为何 她竟将这声喊 生生地咽了回去 范贤动作很快 没有一丝初恋 小男生应有的羞涩 反身将窗子关上 然后走到床边 一把掀开沙漫 一股淡淡的幽香开始在房间里蔓延 林婉儿觉着脑中略有些迷 但又闻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后 整个人的精神顿时醒了过来 这才知道先前这个少年已经释放了迷香 她吓了一跳 难道这个人是传说中的彩花大盗 无尽的后悔开始涌上林婉儿的心头 她嘴巴一张便准备喊人 范贤却完全没有这种自觉 只是满心喜悦地准备喊醒这位姑娘 哪里知道一看 姑娘居然还是醒着的 本来迷惘的眼睛里 居然出现了惊恐的神情 而且张大了嘴巴 难道是准备喊人 她马上醒了过来 身形一飘 单膝跪到了床上 一只手捂住了林婉儿的嘴 掌心处处着她的软唇 痒痒的 别喊别喊 范贤生平第一次入社投降 难免有些经验不足 愁苦说道 是我 是我 是我啊 似乎看出了少年并无恶意 林婉儿渐渐平静了下来 范贤挪开手掌 无奈轻声说道 别叫了 林婉儿忽然想到 刚才的那两道异箱 着急问道 你把我的侍女怎么了 因为侍女就睡在旁边的龙榻上 刚才这番动静 应该早就醒过来了才对 范贤轻声解释道 没事儿 这相有宁神的作用 对身体没什么坏处 只是让她睡一觉 林婉儿略安了些心 看着面前这张干净的笑脸 一分欣喜 却有三分恐惧 这人到底是什么人 是什么身份 看见她眼瞳里的害怕 范贤心疼说道 别怕 我就是白天的那位大夫 走之前不是说好了 晚上要来的吗 林婉儿忽然奄然一笑道 你不是让我把窗子关好吗 看见这清理家人 忽然婉儿一笑 范贤心动一挡 再看着那纯伴儿 便有了别的想法 正在此时 她的脖子上却忽然一凉 一柄短剑 寒光闪闪 剑柄握在林婉儿的手里 剑刃却搁在范贤的脖子上 林婉儿看了她两眼 忽然心头一软说道 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这时候离开 我保证不追究这件事情 范贤脖上有含见 脸上却依然是笑咪咪的 看着她揉声说道 我待会儿就走 今天只是来看看你 说完这话 自顾自地从怀里掏了一个油纸包出来 全然不管脖子上锋利的刀口 反而是林婉儿怕无心割伤了她 下意识地将剑往外面挪了挪 范贤撕开油纸 从里面拿出一根香喷喷的鸡腿 凑到她的唇边 笑嘻嘻说道 那天在庆庙吃了你一根鸡腿 知道你馋这口 所以专门给你带过来 林婉儿哭笑不得 心想这是什么时候 这少年居然还如此胡闹 如果让侍卫发现一个陌生男人 在自己房间里 那两个人可都全完了 抖着声音说道 求你了 你快走吧 范贤本还准备按照小言套路 再逗逗对方 但见林家小姐如此黄疾 心头一软 哄道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这句话一出口 便感觉有些不对 怎么很像前世武侠小说里 采花贼常说的台词 果不其然 林婉儿神色大变 将剑搁在她的脖子上 颤声说道 我不管你是谁 若想言语轻薄于我 我便是一剑下去 范贤这才想到 自己私入女子闺房 确实是件几败坏对方明洁的事情 但看林小姐面上依然决然的神情 却不禁心道 难道你准备谋杀 亲夫捏 第四十四章 交错时光的爱恋 我这些日子 时常想你 范贤不管不理 自顾自说着 自从庆庙见了你之后 就极想见你 林婉儿急修道 说的什么胡话 我是 她将牙一咬说道 我已经许了人家 更何况你怎能半夜 偷入女子闺房 也太放肆无礼了 你许了范家 我知道 范贤笑嘻嘻地望着她 林婉儿想到 与这少年初见时的场景 想到二人 默默对视时的复杂情愫 心头一阵伤痛 说道 既然知道 还不离开 莫非真要人将你杀了 范贤不再逗她 望着她 郑瑟说道 我 就是范贤 死一般的沉默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范贤自己 觉得有些尴尬了 却发现林婉儿的眼角 滴下一滴泪来 她赶紧抹了去 低声说道 这位公子 请自重 范贤苦笑道 我说的是真的 你要怎样才能相信 林婉儿看着这张脸 平静了半天 才低声说道 你是 范公子 范贤微笑着点了点头 但林姑娘却依然是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此时天上的月儿早已挣脱了云层的束缚 露出那张明媚的脸 将淡淡光泽洒下大地 些许清灰从窗外透了进来 拢着床上床下的一男一女 真的是我 范贤轻声说道 林婉儿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 心情激荡之下 不由又咳了起来 手上的剑早就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一面咳一面问道 你就是范家那个打黑拳的 范贤不禁失笑 看着他柔弱模样 心疼地身掌握住他的手腕 滴了断针气过去 小心翼翼地替他梳理着体内的麦息 听着打黑拳三字 苦笑道 不过打了两次而已 林婉儿渐渐有些相信了 喜色服上脸颊 又问道 你就是那个万里悲秋常做客 范贤继续苦笑 憋急了写的 不作数 不作数 林婉儿眼睛渐渐清亮 你 你 真是你 范贤想要抓狂了 欲哭无泪说道 今天我与妹妹一起来的 若我不是范贤 妹妹怎么可能会帮一个陌生男人 来看他的未来嫂嫂 林婉儿心想也对 眼嘴一笑 却马上想到另一个问题 生气说道 那你上次去庆庙 也是专门去见我 一想到被这少年将一切事情都蒙在鼓里 林婉儿便无比恼怒 心想就是这个可恶的家伙 害得自己这几天患得患失 还想了那多不合理法的事情 便恨不得将这少年给打上一顿 范贤一看他神情 便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赶紧解释道 向天发誓 庆妙出狱小姐 那可真是巧遇 别说那时 直到今天晨间见着小姐 才知道小姐的身份 他笑眯眯的望着林婉儿那张清美的脸 轻声说道 这一切都是缘分 林婉儿羞的低下了头 将手腕从范贤的手里挣脱出来 低声说道 那你为何今天要与范妹妹一起来看我 范贤一争 心想难道要告诉你 自己是准备将林家小姐治好后 便潇潇洒洒地闹一出逃婚计 这话是打死也不敢说的 只好柔声回答道 听说林家小姐身体不好 而又没办法见她 所以只好偷偷来看看 哪里知道 原来是在庆庙遇见的鸡腿姑娘 林婉儿清脆了一口 心想怎么把自己叫得如此难听 范贤笑着指了指 搁在边上的鸡腿 说道 这时候要不要吃 林婉儿忍不住眼嘴 笑了起来 硬道 你自吃去 我可没那么贪嘴 范贤忽然耳间一颤 听到了楼下有人起床 似乎正要往楼上来了 眉头一皱说道 有人来了 林婉儿一急 心想就算你是自己将来的夫婿 但如果让人瞧见了 这还怎么见人 推着他说道 那你赶紧出去 范贤心想自己辛苦了半夜 怎能就这般走了 脸上坏笑一起 身子一翻就钻进了被窝里面 这床极大 被极大 屋里又黑得厉害 若有人从外面来看 还真是看不出一撞 发现范贤钻进了自己的被窝 林婉儿大惊失色 却来不及再做什么 就听着有人摸了上来 原来是那位白田拉了几次肚子的老嬷嬷 林婉儿又羞又急地滑入被中 将身体对着外面 装作已经熟睡了 老嬷嬷看了一看 发现没有什么异常 低声咕弄了几句 觉得头有些昏 似乎睡意又来了 所以转身下了楼 林婉儿一肘撞向后面 压低声音羞耻道 人走了 还不赶紧出去 好不容易能一亲相责 正在第一次感谢老嬷嬷的范贤 哪有马上离开的道理 闲着脸说道 困了 再躺躺 林婉儿这个时候 才知道自己将来的夫婿 骨子里面竟是个无赖子 又气又恼道 这 这怎么能行 范贤黑黑笑着 往他的身体 靠近了一些 鼻尖嗅着 那淡淡的体香 心旷神怡 说道 为什么不行 这 这 传出去了 叫我怎么见人 林婉儿羞地 将头埋在被窝里 感觉着身后的热气 又往前挪了挪 范贤叹了口气 害怕这姑娘会害怕到挪出床外去 那可是要着凉的 只好爬了起来 满腹的欲求不满 坐到了床边 拉住了姑娘 微凉的小手 林婉儿挣了一挣 没能挣脱 也就由她去了 心想 只要你不躺在床上 已经算是 大幸 范贤看着她 微微闭着的双眼 轻声说道 我发现我这一生 运气确实太好 嗯 林婉儿好奇地睁开眼睛 毛子清亮 无比看着她 喜欢上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 却在我喜欢上之前 就已经是我 为过门的妻子 你说这种事情会发生 岂不是说明我的运气很好 范贤笑着解释 轻易脱沉的脸上 满是喜悦 林婉儿好奇问道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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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什么 算了 没什么 林婉儿轻咬下唇 压下了心中的疑惑 还有件事情 要和你说 范贤看着她 额挤青丝下的隐隐悍计 心疼说道 白天我说的可是真的 你这身子 现在必须好好僵养 青粥小菜那种 对肠胃倒是有好处 但是对劳病 却没有什么帮助 姑娘家今日 是连玉惊喜 一颗水晶 心肝儿 早已颤得不行 听到劳病两个字 便马上想到自己的病 反而又低落了下去 情绪激荡之下 面色有些暗淡 忧伤说道 御医正瞧过 说是这病不好治 虽说是寒牢 不会过人 但日后若真的 与你在一处 只怕会累着你 范贤忽然正色看着她 养奶 鸡腿 我开的药方 还有等会儿 我给你留的药丸 按照我说过的法子 慢慢服用 一定有能把身子养好 林婉儿叹道 御医都没法子根治 只是一年拖一年的 范贤笑了笑 我的医术自然 急不上御医 就算我的老师在京中 只怕也只会走些偏门法子 你的身份尊贵 只怕宫里的贵人们不敢用 不过我说的饮食 却是御医们想不到的地方 加上只要你把身体僵养好 等老师回京 他这次出巡边关 一定搞到许多珍贵的药材 到时候你的病自然就有希望了 这治病诊治是一部分 药又是另一部分 别看皇宫大内 真奇药材无数 但真正好的 只怕还不及我老师的收藏 林婉儿听他殷切言语 心头一片感动 轻声道 麻烦范公子了 范贤一争 心想怎么此时说话 还要生分一些 他毕竟不了解女子心思 一旦确认了眼前这男子是自己将来的夫婿 林婉儿说话自然就会矜持一些 这是女人的特质 她有些意外 笑着说道 还叫我范公子 林婉儿好奇道 那叫什么 忽然明白了她的意思 羞得满脸通红 背转身子 不再看她 用蚊子大的声音 说道 那得等成亲之后 再改称呼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称呼我为范兄 范贤忍着笑说道 林婉儿这才知道上了对方的党 又羞又恼 欲带伸手去打 却想到与这男子只见过两面 还算是陌生人 那那助手 范贤看着他瘦削的肩膀 说道 等成亲之后 咱们到苍山上去 那里海拔高些 又有温泉 最适合你休养 林婉儿听见成亲二字 微微休一起 还是点了点头 却没有听明白海拔是什么意思 又想到另一件事情 轻声问道 费大人真的是你的老师 是啊 范贤微笑说道 我一直以为费老师 既然在监察院那处做事 应该是个很低调的人 谁知道竟然在京都里 有这么大的名气 林婉儿笑道 他可是当年北伐西征时的国之功臣 当然名气大 不过是人据他用毒 所以一向是躲着走的 他看着范贤这张漂亮的脸 好奇问道 费大人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呢 范贤怂怂间说道 林姑娘 这事儿后面估计麻烦多着 如今我自己都还没有理清楚 将来你要嫁给我 只怕也会遇着许多麻烦事儿 可得想好了 林婉儿微笑着摇摇头 他也知道这次联姻之后 隐藏着许多利益的交换和再分配 所以开始的时候 十分抵触以至于病情加重 但既然今天发现上天有眼 竟让范家的公子就是 眼前的这位 他已经满心感激上天 哪里还会有别的什么奢望 想到最近京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 说道 范公子有时候真的想不明白 您是斯南伯的儿子 监察院费大人的学生 却又精通诗文之道 对了 那句万里 北丘常做客 真是你写的 范贤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到质疑 只是很单纯的发问 好奇回问道 有什么事情吗 林婉儿脸上浮起一丝怒意 太后极喜欢你这一句 但是宫里最近在传 说您这时候四句是超的前朝诗人 他自是十分相信眼前这位 所以有些生气 范贤这才知道 师会之事还是余波未停 和郭家的官司还没有结束 竟然又来了这种指责 不过他本来就是超的老杜 所以也没有怎么生气 反而是看着自家未婚妻的神情 有些疲惫 有些心疼 所以轻轻拍了拍 他的手 让他不要再说了 我会常常来看你的 可是 如果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对啊 我还真担心被人发现后 我那个怪叔叔 会不会把那些人都杀了 这真是个问题 感明而得和他交流一下 范贤汗毛直竖 想到这种恐怖的事情 还真有可能发生 林婉儿看着他的脸 迟迟不肯闭上 但终究还是挡不住 沉沉睡意 第二日清晨 林婉儿有些迷糊的 从暖和的被子里醒来 睁开双眼 揉了一揉 发现精神特别的好 丫鬟甜甜笑着过来行礼 然后准备扶他 起床洗漱打扮 这时候林婉儿 才想起昨夜之事 一声惊呼说道 啊 人哪 丫鬟好奇问道 什么人 林婉儿黄疾说道 你昨夜可曾听到什么声音 没有啊 小姐 丫鬟认真回答道 林婉儿走到窗边 一头黑黑的长发 直直垂到臀记 一身翘白不一 看上去十分美丽 他往窗外望去 却发现 早已没有那人的踪影 不免有些怀疑 自己昨天是不是 只是做了一个梦 做了一个 自己很想他变成现实的梦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 丫鬟捧着一个 撕开一半的油纸包 走到他的面前 偷笑着说道 小姐又偷吃 当心被摸摸看到 告到陛下哪里去 快把窗关上 不要吹着疯了 林婉儿接过油纸包 又发现自己衣袋中 多了几粒药丸 心头一片温暖 再看窗外圆中景色 便多了几分率 就连窗子关上之后 似乎也掩不住 无尽春意 正翘窗顿入 第四十五章族学 咱老百姓呀 金儿真高兴 真呀 妈真他妈的高兴 范贤一边在花厅里 喝着豆浆 嚼着油条 心里舒坦无比 他承认自己运气好 明明都已经死了的人 却偏偏到这个世界里来 再活一把 明明一出生 就可怜的不行 妈死爹不要 但后来才知道 原来杀妈的仇人 都被干掉了 自己身为人子 想报仇也没地儿去报去 老爹虽然有些问题 但至少没有表现出 让自己无法忍受的态度 另外就是 自己明明准备 好好抄书 挣些辛苦钱 在这个世界 上过些好日子 却没想到 早就有一大堆 金光灿灿的阿赌物 在等着自己去 不屑一顾 最关键的是 明明如果 想挣这块钱 就得逆着自己意思 接受那些大人物的安排 与自己根本没见面的女人结婚 结果 嘿 这女人还就是 自己喜欢的那个 运气好的人有 运气常好的人也有 但运气好到 像自己这样的 范贤都有些不相信 发现她心情好 六是没有什么反应 倒是范思哲 来了兴趣 等自己母亲离开之后 压低声音问道 大哥 这么乐 铺子已经看好位置了 你啥时候去看看 你不是请了掌柜了吗 范贤心情好 满脸春风 大肆放拳 都说过 这事儿 你自己先办着 有不妥的地方 再来找我 如果觉着自己年纪小 压不住阵 府里那么多青客 随便拎两个去 范思哲嚷道 怎么说 你也是大东家 书是你的 钱你也出了一半 怎么也得看看吧 听见大东家 这三个字 范贤一乐说道 成 那过两天去看看 不过前些日子 父亲不是打过你一顿板子 不准你误客 你来接我好了 顺便带你再在京里逛逛 免了 和你出去 又要得罪人 我可不想天天上公堂 范贤一口喝完碗里的豆浆 咋吧咋吧 满嘴的渣子 有些不满意 这书局的生意 如果做得好 将来等你大了 还会有很多生意 等着你去做 范思哲 没有听明白这话 摸摸脑袋就走了 范若若 在一旁安静听着 这个时候 才笑着说道 决定接受这门婚事 父母之命 不得不从啊 范贤叹息着 却始终是没有搞笑 这方面的天赋 摇头笑道 婚事 我是一定要的 不过随着婚事 而来的那些东西 就有些麻烦了 平白无故 要得罪那么多人 而且还不见得能够 真正掌握那些东西 算来算去 似乎都有些不划算 范若若知道 哥哥说的是皇家商号 也有些为他犯愁 毕竟长公主 已经管了这么多年 谁都不知道 宰相和太子那派的人 从这里面 捞取了多少好处 如果将来这门生意 真的要交给范贤管 接手查账 是一定必须的 说不定 从内裤到皇家商号 都有不少人 要出事 他皱眉说道 如果不查账怎么样 不查账也成 但要把以前的旧账 全部封存起来 万一以前的脏水 泼到我们身上 就完蛋了 而且关键是 这条财路断了之后 某些人一定会很愤怒 要不然 只与林家姑娘成亲 这商号就不要了 毕竟当初是爹爹 与陛下商议的结果 这时候再让爹爹 退让一下 陛下也应该 不会太生气 范贤摇摇头 想到那天晚上 父亲的神情 知道父亲 对于拿回母亲的家业 有一种很狂热的执着 虽然不知道 这种执着来自于何处 但如果眼前这种机会 还要父亲主动放弃 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他自己也不想放弃 毕竟那是母亲 那个女子一手留下来的事物 属于自己的东西 凭什么要让皇家的人 享受好处 虽然按照宫中的说法 与林婉儿成亲之后 也要过上几年 才能亲手打理 但离肉近些 鼻子总会好过些 所以范贤此时 才将书局的事情 当作正事而来办 一方面是属手 另一方面也是想证明 给某些人看看 自己是有经伤头脑的 会不会 有人会使用一些 非常的手段 范若若担心问道 范贤想了想回答道 虽然没有见过长公主 也没有见过宫里面 任何一位大人物 但我想 既然能够掌管 内裤十来年 这位长公主 不管是什么性情的人 就一定是个聪明人 在目前这种局面下 如果我真的被杀死了 不管是不是他做的 肯定很多人的目光会盯着他 皇帝老儿或许不会在乎我的死活 但一定不会容忍 有人会暗中破坏他的旨意 身为帝王 最看重的便是自身的威严 刚好我被缠在官司里面 不能离开京都 如果有人在京都内对我动手 他摇摇头 那也太傻了 范若若佩服地看了他一眼 哥哥分析的有道理 别这样看着我 范贤有些无奈地看着他 你这丫头现在越来越信我 我又不是神仙 只是个普通人 肯定有很多事情会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范若若听着这话有些担心 范贤却还好 毕竟五竹书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 如果有人想动自己 除非正在旅行中的夜流云忽然回到京都来了 中午的时候 在藤子京等一大帮护卫的簇拥下 范贤跑到了范氏私塾去看范思哲 这不看不打紧 一看之下险些煤气昏过去 只看可堂之上 那些贩族的孩子们个个儿嬉笑玩闹 全然不将前面的老夫子放在眼里 有几个胆子大些的家伙 更拿了自己的毛笔 蘸了些墨汁 往前面撒着玩 不仅窝了墙壁 甚至连老夫子的衣角都沾到了一些 老夫子气得脸色铁青 却是不知该如何生气 这些丸童家中都颇有背景 虽然他们的父母都每每叮嘱要尊师重道 但是一到私塾里 这些少年就变了模样 更有可恶的仗着自己家中小丝粗壮 所以不止在私塾里混着 更时常在街上行些无形之举 范贤将脑袋伸进门里 仔细瞄了瞄 发现范思哲还比较老实 坐在墙角的一张书桌上写些什么 家中派给他的小丝正蹲在旁边 伺候他喝茶 看来也没有认真听老师讲 但好在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他其实是高估了自己这个弟弟 如果不是最近有更好玩的事情 捆住了范思哲的心神 只怕他会比现在屋里那些不孝子弟更加放肆 将范思哲从屋子里喊了出来 范贤沉着一张脸问道 这就是你们读书的地方 范思哲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 生气回答道 是了 怎么了 你应该算是个头儿吧 范贤很相信他的领导能力 加上目前整个范氏宗族 就以斯南伯家罪生 所以范思哲应该在这些孩子里面 地位很特殊 范思哲恼恼的 我说的话他们还听听 那好 范贤接着说道 你进去把那些小杂碎都给我教训一顿 让他们好好听老师讲学 啊 范思哲似乎有些没回过神来 不遵师长 范贤眉间都皱了起来 心想自己在淡洲的时候 不论是最先前的西西西先生 还是后来的费界老师 自己都是无比尊敬 而听得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喧哗 怒上心头 呵斥道 你要是敢像他们一样 看我不大耳光抽你 范思哲全不知 最近一直挺温柔的范贤 为什么会忽然惹上自己 瞪着眼睛吼道 你凭什么抽我 他身边的小司和几个家丁都围了上来 他们对这位范大少爷已经有些熟悉了 但一听着要打自己小主子 却是护主心切 恶狠狠地瞪着范贤 那个小司仗着和司折少爷熟 更是嘴贱地骂了起来 范贤眉头一皱 藤子精和几个护卫走上前去 毫不留情 揪着家里的那几个家丁一顿好锤 那个骂脏话的小司 更是被扇了无数个耳光 跟着范贤的这些人 本来就是直属 斯南伯范贤的人手 哪里会将府中这些 本来就低于自己好几级的家丁 小司放在眼里 如今跟着范贤 更是连当朝尚书之子 痛揍了一顿都没出什么事 走在路上都恨不得两侧带风 下手哪会犹豫 一顿教育就此结束 家丁满脸恐惧浑身 惨痛地看着范贤 畏畏缩缩地退了回去 而那个小司则是双颊通红 嚎哭不停 范贤居高临下看着范思哲 那张害怕的脸 轻轻说道 我没说抽你 但如果你做错事了 我自然就会抽你 至于凭什么 很简单 你打不过 我骂不过我 自己又不敢去父亲那里告状 如果做错事了 还要和我叫板 岂不是找抽 看见他似乎没有打自己的意思 范思哲松了一口气 他骨子里还是一个 不将下人放在心上的权贵子弟 也没有将范贤 打自己手下的事情太过看重 虽然觉得有些落了面子 但跟着他在一起 似乎总有些好处 似乎总有些好处 以商人的本色算了一下 发现还是不要得罪范贤好些 进去把里面的秩序整顿一下 我在外面等你 不是说还要去看铺子吗 范贤说完这话 一扶袖子就出了私塾门口 在外面等着的范氏宗族的人们 看见先前那一幕 不由嘖嘖称奇 心想斯南伯家这位私生子 感情这么厉害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么欺负斯南伯府的正牌少爷 众人望着他的目光 就有些害怕了 范贤却是离也不理这些人 自在门外的长灯上坐着等着 不一会儿功夫 便听见私塾里传来数声惨呼 还有响亮无比的耳光声 里面夹着范思哲嚣张的声音 都给我老实点 再敢对老实不恭敬 看我不大耳光抽你 这些话竟和范贤说的差不了多少 看来范小少爷 是将在兄长这里受得气 全数发泄到那些足兄足弟的身上 这下可就闹了起来 一直守在私塾外面的那些 范氏宗族的马夫家丁 小厮听着自家主子在教室里的痛呼声 狠狠地瞪了范贤两眼 就冲了进去 范贤怕范思哲吃亏 向藤子精使了个眼色 藤子精领着几个护卫 也随着人群冲了进去 不一会儿功夫 就把范思哲揪了出来 范思哲还没有打过瘾 一边挥舞着拳头 一边骂道 别怕别怕 这些家伙可不敢得罪咱家 确实和他说的一样 那些下人冲了进去 也只敢护住自家主人 却不敢反手还击什么 看来斯南伯府如今在范氏大族之中 确实地位很特殊 打完人后 范贤揪着弟弟的脖子拎到马车上 离开了这个自己一手造成的混乱局面 藤子精在一旁 皱眉说道 少爷 虽然族里这些人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但毕竟在京都里是些老人 有些关口还需要他们帮忙 得罪太多人 不见得好 范贤苦笑道 怕啥 他心里想着 也许这些族人确实有力量 但是自己马上就要娶郡主 皇帝将会是我的七舅 我怕什么 这些小杂碎不教训一下 还真出不了这口气 爽不爽 他问范思哲 范思哲有些纳闷 也对 平常也经常打人 但都没有今天打得爽 这是为什么 先前被哥哥教训而产生的怨气 早在自己英勇的打人过程之中 消散无影踪了 很简单 抽人也是要找理由的 就和打仗一样 如果有个无比光明正大的理由 那就打得毫无心理包袱 就算本朝当年进攻北魏 不也是先说他们犯鞭吗 范贤继续说道 什么事儿啊 都是一样 咱们得占大义名分 大义明白吗 不明白 范思哲回答得很诚恳 第46章庆余堂的夜掌柜 来到东川路选定的书局地址 范贤一行人好好看了看 发现位置确实还是挺不错 四周交通便利 而且离太学不是太远 从庆国各地来到京都准备考学的学子 基本上每天都要路过这里 最关键的是 这地方又不是太过热闹 如此一来 才能方便各王府的郡主 官宦家的小姐们 派出自己的贴身丫鬟来买书 范贤点点头 和范思哲往里面走 迎面便看着府里的那几位青客 拱手一礼道 崔先生 麻烦了 那位崔先生苦笑道 我说二位少爷 这么个书局一年能挣几个钱 还要耗这么多精神 实在是有些不知道 范贤知道这些 曾经在户部主过世的前任官员们 当然不会把这种几千两银子流水的生意 放在眼里 笑着解释道 弟弟既然喜欢 那就由着他玩吧 他本不指望这事 能一直瞒着斯南伯 所以秦府里的 几个青客来帮忙 而父亲既然允许崔先生来帮忙 就等于默许了两个儿子 在府外的胡闹 几人在后厅的房间里说话 范思哲咬着毛笔杆 在算什么 一旦眼前放着本账本 这家伙便会寄情于其间 将身外事全部忘记 说话间 从庆渔堂请的掌柜也来了 这位掌柜面向忠厚 双眼并无精光 却是一片清澈 所谓毛子正人身正 范思哲有些满意 自与他去交代 书局的事情 范若若早就已经 将《红楼梦前六十几回》的稿子 交给了范思哲 崔先生一直派人 在万松堂盯着复印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范思哲还老催着范贤 要后面的稿子 准备在京都里 一炮打响 范贤这些天 却没有什么心思去抄书 所以一直推着 商定好了 书局开业的时间 又确认了监察院八处的批文 一定可以拿到手 众人在里屋发现 没什么事情可做了 到时候从万松堂 进些京石子集 再以石头计为主打 似乎就等着收钱 至于伙计那些 全部由庆余堂的掌柜 一手处理 也不用范家操心 范贤本有些 奇怪为什么大家 如此信任那个庆余堂 等到好不容易 有个机会 单独和掌柜在一起的时候 温和问道 掌柜贵姓 掌柜微笑应道 免贵姓叶 范贤心里一抖 重复问道 姓叶 掌柜似乎看出 他的意样 有些不解应道 是啊 庆余堂 一共十七位掌柜 全部姓叶 这在京都 世人所皆知的事情 范少爷 全部姓叶 范贤眉头一皱问道 你们和二十年前的叶家 有什么关系 掌柜略感诧异 看了两眼范贤 生出些许沧桑之感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以为现在的年轻人 早就不知道叶家了 不错 我们都是当年叶家的掌柜 后来叶家出了些问题 产业全部没入宫中 而我们这些人本应该是离开后自寻活路才是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朝廷却不允许我们自己做生意 所以到现在就成了如此尴尬的一个局面 我们只能负责替人打理生意 但却不能自己入股 这庆余堂也就是这么来的 范贤再看这位掌柜 知道对方是自己母亲当年的属下 不免生出了一些亲近感 好奇问道 叶家出事后 朝廷没有 话没有说完 但掌柜也明白这意思 所谓斩草除根 既然朝廷连叶家的产业都霸占了 段没有还留着这些老人的意思 掌柜不知为何 也觉得面前这位范府的少爷很亲切 想了想回答道 我们也觉着奇怪 所以这些年 一直过得很害怕 朝廷又不准我们离京 所以很怕哪一天就会如何了 哪天带我到庆余堂去看看 范贤忽然在京都里 找到了一个与母亲过往有关联的地方 不由惊喜 抓着掌柜的肩膀 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想要问你们 回到范府之后 在父亲的书房里 范贤将今天遇见的事情讲给他听 好奇问道 庆余堂真是叶家当年的救人吗 当然是 范贤落着河下短须 似乎在回忆过往 悠悠说道 这些人其实很不简单 当年都是叶家分住各州的大掌柜 只不过你母亲当年得罪了权贵 糟了不幸 你也知道当年的叶家是何等样的风光 朝廷一时间也有些荒神 如果叶家倒了 这庆国只怕也要乱上好几十年 所以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法子 先将叶家收归皇家 至少在名义上断了那些下面的官员 借机大肆敲诈的可能 然后范贤截断他的话 问道杀死母亲的仇人 最后究竟是怎么死的 这是他一直有些疑惑的问题 范贤看着他的双眼 冷冷说道 你年纪小大概不记得十四年前庆国发生过什么事情 记得 范贤皱着眉头说道 十四年前似乎是有人意图变天 想将陛下从皇位上拉下来 所以最后闹出了很多事情 京都整整杀了一个月 将原来的那些贵族们杀得差不多了 血流飘出 贵族的头颅搁在城墙上居然排了一里 这便是所谓的京都流血月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 但听费老师讲过许多次 不错 范贤寒生说道 就在这一次的清洗之中 当年曾经有份参与到某海叶家的人 全部被我们杀死了 范贤留意到父亲话中的我们二字 小一问道 我们是谁 自然是我与陈平平 范贤微笑着 这大概是我们追随陛下二十几年来 最成功的一次行动 范家也是借此事而起 而监察院更因为在这次事件中所发挥的恐怖作用 牢牢树立了在官员中的影响力 范贤叹息道 原来这场变故的起因 竟然是父亲与陈大人在为母亲复仇 后来呢 范贤问的是叶家的事情 先前说过叶家的产业收入内库 这是对于当时稳定朝政最好的办法 满朝文武不可能提出更有效的建议 范贤解释道 问题就是那些大掌柜们 他们都是你母亲一手交出来的 虽然远远及不上你母亲的天宗智慧 但是如果放任不管 谁知道会不会出现第二个叶家 所以陛下决定将他们全都集中到京都来 让他们重新训练一些人手 去接手那些生意 却不准他们拥有真正的产业 这才有了如今京都赫赫有名的庆余堂 你们想做生意 找他们是很好的 范贤忧伤说道 这些掌柜们居然因为这样一个理由 就被迫困在京都十几年 真的很惨 父亲如果将这些掌柜们都用起来 会不会引起朝廷的注意 范贤摇摇头 用庆余堂的掌柜 本来就是各王府私下产业最喜欢的手法 朝廷才不会管这些 不过如果你想将庆余堂 那十七位掌柜全部搜罗旗 似乎也没什么必要 如果朝廷真的忌讳这些 为什么当初不将这些掌柜全部杀了 范贤提出自己的疑问 范贤看着自己的儿子 微笑着解释道 当年你母亲出事的时候 我在西边追随陛下作战 陈平平到了本朝与北齐交界的地方 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半途才明白过来折返京都 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我们都已经回到了京都 还让这些人被杀了 你也未免太低估了你父亲的力量 柳氏在外面敲了敲门 父子二人停止了谈话 范贤让他进来 看见柳氏手上端的那碗果浆 范贤才知道夜已经深了 已经到了父亲入睡的时辰 站起来准备告辞 斯南伯却挥挥手让他留下 让柳氏自行前去歇息 在柳氏离开前 范贤余光瞥见这夫人的眼光里流露出一丝担忧 知道他是在担心自己丈夫的身体 不由微微皱眉 心想这个女子只怕对于父亲是真有几分情意 只是可惜心肠太狠了些 当年竟做出那等事情来 他知道父亲既然不让自己走 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 所以席耳恭听 说说最近朝廷里面的局势吧 斯南伯范见端起微温的裹浆子 缓缓地喝着 我知道你还一直怨恨 四年前柳氏派人毒杀你的事情 范贤一争 没想明白朝廷里面的局势与柳氏有什么关系 更加没有想到父亲会如此直白地将这件事情挑明 所以一时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两件事情其实互有关联 范贤知道儿子在想什么 但但说到四年前柳氏之所以会动手 一方面是司折的年纪大了 却愈发没个正经模样 而我一直没有将他扶正 他不免有些绝望 一是昏头 做了那个决定 但更关键的原因 则是因为他那时候曾经入过一次宫 得到过某人的保证 一旦你死后 范思哲将来一定能够继承范家的所有 入宫 是谁的保证 能让他连奶奶的性命都不顾了 范贤冷冷说道 第47章夫妻夜话 范贤皱了皱眉头 将手中的果浆碗放了下来 似乎是闲着温嘟嘟的碗有些烫手 我不是替柳氏开脱 只是当时他找的人 表面上是听他的命令 但实际上却是听皇宫里那人的命令 柳氏在这件事情中只不过是个替罪的角色 范贤皱眉问道 是宫里的谁要我死 为什么要我死 莫非他们早就知道 我是叶家家主的儿子 他们当然不知道 范贤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异常激动 右手紧紧地握住一把 知道这件事情的 没有人会想伤害你 如果有人想伤害你 也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难道整个京都从来就没有人知道 父亲与母亲之间的关系 如果那些人知道 父亲与叶家的关系 为什么就没有人怀疑过 我这个私生子是叶家家主的儿子 范贤满是怀疑的 思考着这个问题 心里略有含义 发现事情之后 似乎还有些更重要的问题 但他根本不敢开口去问 转而悠悠说道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四年前我不过是个12岁的男孩儿 远在弹州 和京都里的一切似乎都没有瓜葛 四年前 也就是陛下收林家姑娘为一女的时候 也就是他为郡主指婚的时候 陛下那时候就决定了 将来皇上产业 以后就由你来管理 也就是那一次 你第一次出现在皇宫众人的谈话中 眼看着一个12岁的孩子 却拥有了一个他抱不起来的金元宝 你想象皇宫里面的那些贵人们会如何选择 选择干净利落的杀死我 监察院查了四年 基本上已经查清楚了这件事 只是可惜没有证据 奈何不了那些人 范贤笑了起来 就算有证据 只怕也奈何不了对方才是 毕竟监察院是臣子 那些人却是主子 范贤点了点头 想杀我的人是谁 皇后 长公主 范贤微笑着 不过既然你已经平安长大 而且入了京 相信再给他们几个胆子 也不可能冒着陛下震怒的危险 对你动手 范贤悲哀说道 您太乐观了 就算将我杀了 皇帝难道还会把自己的老婆和妹妹如何 范贤没有回答 转而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 靖王世子一定会想办法拉近与你的距离 而且他一定会想办法 让你与二皇子见上一面 你自己小心处理一下 范贤硬了下来 知道京都里每个大族都必须主动或者被动的 在这件事情里表明立场 皇子争夺天下的继承权 虽然是一个看上去有些老套的把戏 但无论在那个世界 还是这个世界 永远是不变的戏码 只要那层厚厚的目不拉开 隐藏在后面的戏子们 便会纷纷上场 或使三尺剑 或用三寸蛇 演给别人看 也演给自己看 范负如果想不偏不已 紧跟着皇上 似乎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 深夜 范贤一个人 孤独地坐在太师椅上 一边喝着已经凉透了的果浆 一边想着范贤刚才的话 想到当初自己付出的惨痛代价 她的唇角抽出了一下 又想起京都那个流血的月分里 恐怖血腥的场景 在那个黯淡的没人知道的夜晚 皇后的父亲在自己的刀下颤颤发抖 当自己亲手一刀将对方的头颅斩了下来 那头颅咕噜咕噜滚着 似乎响起了那个声音 范贤的唇角浮现出一丝温柔的笑容 后一段日子里 范贤过得很是自在 每天在府里享受着大少爷的待遇 偶尔溜到东川路 去瞧瞧筹画中的书局 到了什么地步 和那位野兴业的掌柜 倒是逐渐熟了起来 一应是顺 所以府里清客崔先生还是回到了斯南伯的身边 而每隔一天的晚上 范贤总会溜到那个皇室别院去 熟门熟路地翻墙而入 只是现在的窗子已经不在关上 鸡腿姑娘总是默默地等着他 之所以经常往那里跑 不是因为炼煎情热 实在是林婉儿的病不能再拖 皇家的人都是木头 好在御医再收了斯南伯府 不知道拐了多少道弯递过来的会路后 终于开口认可 稍微尽些游行对于郡主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范贤经常去那里 就是为了送吃的 以及自己配的药丸 因为怕和御医开的药香冲突 所以用药都极温和 除此之外 便是带上许多好吃的 满足一下未婚妻一日馋过一日的小嘴 就这般过了些日子 林婉儿的身子明显有了起色 脸上的红润见多 却不是以前那种并不健康的艳红 而且身上的肉也多了起来 脸颊处明显圆了一圈 林婉儿有些头痛于此 但范贤却是无比惊喜 心想成亲之后 自己岂不是可以天天揉捏自己最爱的婴儿 肥美少女 别院的侍卫实在是有些松懈 加上范贤在淡州 被五竹训练出来的爬墙功夫 所以夜夜偷香喂药 竟是没有人发现 不过林婉儿身上的病根 却还是没法子根除 范贤心想还是等废梯回来再说 实在不行 成亲之后想办法搬离京都 范家在苍山上还有一处别院 最适合疗养 经过了这些夜里的接触 这一对未婚夫妻之间早就熟忍了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 从庆庙一见钟情之后 两个人便觉得 对方与自己有些极其相似的地方 也许是容貌 也许是身上的气质 也许是对待事物的看法 这种头气感让初恋的范贤 初恋的婉儿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侄子之手的美妙 有两个本来陌生的男女 变成了如今一眼一指 便能知道对方想些什么 竟是没有花多少时间 林婉儿望着她的脸 忧色呼启问道 你天天用那 相让似其入睡 时间久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范贤安慰道 第一次来就说过了 这相对人身体 只有好处的 林婉儿想到她 第一天摸进窗来的情形 不由扑斥一笑 说道 如果当时 真把你当采花贼杀了 你怎么办 范贤苦笑着 牵着她的手 一沉 或许有些事情 必须要让你知道 林婉儿听她喊自己的小名 微微一休 说道 什么事情 嗯 如果你要杀我 估计是很难的 范贤笑嘻嘻地说着 我从小就跟着很厉害的人学习 所以骨子里不是什么写实的文人 倒更像个莽夫 林婉儿叹息道 知道了 如果不是莽夫 怎么会当街痛打锅上书之子 还闹得沸沸扬扬的 直到现在还不能离京 说起来 范贤打郭宝坤的那案子一直没结 两边绝力不下 京都府早就挂了白旗 举了免战牌 将案子递到刑部 用的名义是 案情复杂 难以堪决 其实这案情有什么复杂的 如果真想查 只要把现在跟着范贤在京都街上闲逛的 几个护卫一抓 然后一用刑 什么都明白了 可问题是打官司的两家背景不简单 所以案情就自然复杂了起来 这是歪门邪道 却又是官场正道 案子递到刑部之后 于是轮到刑部开始头痛 目前正在筹划着请宫中下职 让监察院来办理这案子 虽然这种治安案件 不应该是监察院的管理范围 但毕竟两边都是官员 而监察院又有监督官员的职责 所以也说的过去 京都百官都知道 监察院的院长大人 是哪个官员贵妻都不会放在眼里的 所以郭家在等着监察院开始调查的那一天 殊不知范贤也在等着那一天 他手上拿着废戒留给自己的牌子 才不会怕监察院的夜叉 安静的夜里 范贤略略出了些神 接着安慰林婉儿 这事不要紧 过几天自然就淡了 他忽然想到面前 这个少女的母亲 曾经在四年前 试图要杀死自己 眉间不由皱了一下 林婉儿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 见她神情 问道 是不是最近有些麻烦事 范贤看着这姑娘的如画眉目 叹了口气问道 如果将来我与长公主之间有什么问题 我很担心你会如何自处 只怕你会很伤心 林婉儿微笑着 为什么要提前思量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 婉儿从小就病着 似乎在数着日子过 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离开这个尘世 所以我一向不喜欢 思考没有发生的可怕事情 范贤叹了一口气 满是怜惜地将她搂进怀里 嗅着她发间的余香 心里不停说着 我知道你的感受 因为我曾经和你有过一样的遭遇 稳君唇叶 持有余香 嗯 婉儿 你身子真软 你 你摸的是你前些天自己拿来的枕头 范贤很喜欢 夜里偷跑到女子闺房中的感觉 这像是偷情 却又是一种没有心理负担的偷情 如果允许的话 她愿意这样的日子更长久一些 至少在成亲之前 不要有太多的事情来打扰自己 能够在京都有这样的幸福生活 无论如何也是离开弹周前想象不到的事情 奈何所谓事不从人愿 平静的生活总有结束的一天 这天下午 静王世子摆名车架来到范府之中 柳氏赶紧上前 恭敬迎着 将她迎入花厅用茶 第48章 蚂蚁上树 世子李鸿成等了半赏 发现自己要等的人还没来 不免自嘲一笑 心想这位范公子架子倒真是大 这朝中文武百官 有资格让自己的等的 也没有几位 一转念便想到 京中的这些事情 暗中佩服 这范贤入京不久 闹出的动静倒是不小 抛出几首诗来 便惹得文坛小镇 半夜打个人便惹得官场中镇 至于和宰相私生女的婚事 更是让有资格知道内情的人心头大振 正想着 范贤已经老远地喊了起来 一面行礼 一面快步走了过来 他倒不是故意让世子等 只是先前正在和庆余堂的那位掌柜 商量书局的一些事情 所以耽搁了下 两位年轻的男子隔继而坐 浅浅出了几口茶 便开始说 郑婶儿 第一个开口的当然是范贤 他必须就那天晚上的事情 向对方表示感谢 听他道谢 世子李红成笑了起来 温言说道 我当时就想 咱俩认识也不过数日 怎么就舍得包下 整访最先拘来招待我 原来你心里是存了这个念头 不过无妨 郭宝坤那死草包一个 在太子的设人之中也排不上什么名号 只是家里那个老子还有些学问 你打便打了 哪里用得着拐那么些子弯 范贤知道世子说的是自己在公堂上的举动 自嘲笑道 这不是没经验吗 若早知道京都里面打人也这般轻松 在王府园子上我就一拳过去了 李红成唬了一跳 赶紧摇着手中的搏金小扇 那可使不得 事情做得太出格 我可不好出面保你 范贤呵呵一笑 再次谢过 然后才问世子 今日前来有何吩咐 李红成略一尘吟 开口说道 这事也瞒不得你 凭咱们两家情分 我也得把话说明白 本来二皇子是想让我 框你去见上一面 求个自然相见 免得惹你反感 但这般做法 仍是骗你 所以我明说了 明儿个二皇子 在流经河上设宴 专请你一个 我只是做陪 范贤皱眉说道 这我是真不明白了 二皇子身份 何等尊贵 我一个区区秀才 哪里入得他的眼去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李红成指着他的鼻子 哈哈大笑 做戏做成你这样的 倒真是失败 范贤尴尬一笑 却没有回答 李红成注意到 花厅四周 并没有什么闲杂人等 郑瑟说道 还是那句话 我初见你面 便觉欣喜 便不忍心瞒你 似乎觉着这种手段 不免让你我生分了 你也知道 如今陛下 虽然依然春秋鼎盛 但所谓是乌远律 必有尽忧 所以朝中众人的眼光 总是看在那些皇子身上 大皇子天生神武 但却领兵在外 太子虽然是皇后亲生 但是一向品行不端 我靖王府虽然不偏不倚 但实话告诉你 在这些皇子之中 我与二皇子的交情 却是好些 范贤吓了一跳 心想这事而整的 怎么和自己预料中的 完全不一样 前世看二月盒的时候 那些皇子说话 尽是把简单的话 往复杂里说 恨不得套上八十件衣服 才不落人口实 哪有像面前这位一样 一开场就把话挑明了 这夺敌之事 是要掉脑袋的 您咋就敢裸奔着 狂呼呢 似乎发现自己的话 将对方吓着了 李鸿成尴尬一笑道 是不是嫌我说得太直白 说老实话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看着你便不想玩那些 虚头巴脑的东西 不错 我就是在替二皇子拉拢你 这事儿和嫁人一样 总是个你情 我愿的买卖 范贤一争 看着世子干净的毛子 似乎想从里面看出 一些隐藏的东西来 他可不能判断出对方 真是一个胸怀如济月的君子 还是将开成不公 又当作拉拢人心手段的谋臣 但无论如何 世子已经战明阵营 裸奔道也罢了 区区小贩 闲在京中既无势力 又无人手 事段断然不敢 脱了衣服 与对方抱膀子的 微笑着说道 我能清楚地知道 二皇子为什么要见我吗 为了十月的那场婚事 李鸿城依然显得很坦诚 微笑着望了过来 明年大比之后 如果你显现出来了相应的能力 陛下便会将那些产业的管理权交给你 对于我们而言 这是天大的好事 首先那边的银钱 入账会少许多 有些事情就不方便做了 另外一方面 我相信斯南伯大人 掌管庆国户部多年 一定明白 心就接手的时候 一定需要将钱账查清楚 如此一来 说不定会有些意外之喜 范贤沉默着 眉毛搭拉了下来 但并不显得很颓然 反而给人一种 很安顺无害的感觉 他轻声说道 还早着呢 婚事要到十月份 我真正能接触到那些东西 得要等到明年或者后年了 是啊 所以明天只是吃吃饭 李鸿城很认真地看着他 就当是上次事情 给我的回礼如何 你也知道 我今天说这些话 是真的很信任你 也许明天你看到二皇子了 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范贤笑了笑 心想二皇子与太子之争 只怕要到十几年后 才会真正开始 如今便开始 连自己这种不起眼的家伙 都在拉了 还真有点儿造反 从娃娃抓起的感觉 硬了下来 便送世子出了府 回到父亲的书房之中 他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 盯着笔筒里的那些笔 眉头紧锁 不停地思考着 那次打郭宝昆的事情 自己选择了 敬王世子做掩护 就是送给对方 一个拉拢自己的机会 因为要在京都里生存下去 自己必须要站好队伍 父亲可以永远地 站在陛下那边 但他也说过 以后的事情 总是年轻一辈的事情 范贤要站队 不见得是站在二皇子那边 但是一定是会站在太子的对面 原因很简单 四年前皇后曾经想过自己死 四年后 宫里的这些人依然会想自己死 而自己在如深海般的京都中 似乎只是一个随时都会被捏死的小蚂蚁 自己这个蚂蚁会上树吗 二皇子宴请的地点依然是在流经河上 范贤听到这个地点就苦笑了起来 最近这段时间天天与晚而夜里耗在一处 虽然香甜可口偶尔有之 肌肤接触却嫌太少 毕竟是正排位婚妻 所以娇羞起来 自己也不好太过放肆 一想到那夜自己手下柔如软玉般的身子 范贤马上想起了对方的姓名 私里里心动不免有些荡漾 暗中回忆着前世欧洲中世纪那些用肠子做避孕套的大能 究竟是如何操作的 紧接着却又想到 打官司的那天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如此凑巧的离开了京都 京都治安一向大好 除了最近多了个范家使黑拳的家伙 所以范府的马车旁边只带了四个护卫 在春光照耀之下 缓缓向着承熙驶去 过瞭望春门之后 又走过那条自己曾经埋伏打人的牛兰街 范贤掀开车帘 呵呵一笑 藤子精等四个护卫里 倒有三个是经过那天的事情的 听见少爷发笑 自然知道他笑的是什么 心头一阵爽快 也笑了起来 牛兰街四周民宅不多 倒有些许多年前败落了的铺子 所以得了个别名 败门铺 这里很安静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没有什么行人 真可谓是拦截敲闷棍的最佳地点 范贤将脑袋伸出莲外 看着头顶缓缓向后退去的大片梧桐叶子 看着头顶的天光 想着待会儿见到二皇子之后 应该如何自处 对方应该很清楚自己父亲的实力 想来不会提什么太过分的要求 估计也就是联络联络感情 为十几年之后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坐坐铺垫罢了 正走着 范贤的眉头却忽然皱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感觉有些不对劲 似乎觉得四周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他望着马车经过的四周 发现一片安静 并没有什么异样 忽然间他抽动了一下鼻子 闻到一丝极油淡的甜味 这是苦人茧的味道 西蛮丛最喜欢用的一种青蛙中提取的剑毒 快散开 范贤喊了一声 身体已经率先从车窗里跳了出去 一手揪住离身边最近的护卫 也没有看清是谁 虽然从小受的训练 让他的嗅觉异常灵敏 但既然都可以闻到这种异香 那说明见手离自己这马车 已经近在咫尺 这场毫无先兆的暗杀即将开始 就在他跳下马车的一刹那 一个大石鹿子 被人从巷子后方扔了过来 呼啸斜风 狠狠地砸中了车厢 车厢散成无数碎木 剑向空中 第49章 牛兰街少年杀人事件 轰得一声巨响 也不知道是谁有如此神力 竟能将如此大的石鹿子扔过高墙 车厢被巨石砸得粉碎 紧接着便是一阵剑雨袭来 狠狠地扎向马车的范围 如果不是范贤 见鸡逃得快 就算他躲在车厢之中 能够凭小巧藤挪的功夫 在石鹿下减条性命 只怕也会被马上射成了刺猬 范家的这几名 护卫除了藤字精以外 都是无品的高手 咒语狄袭 却是毫不慌乱 赠赠树响 拔出妖刀舞动 几团荧光闪着 竟是将大部分的羽剑挡了出去 但是剑手虽然不多 却隔得太近 来剑太快 护卫们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几声闷哼之后 那三名护卫腿上都中了剑 踉枪着跪倒在了地上 一轮剑雨出歇 三名护卫咬着牙跳上了墙头 横刀而出 竟是将墙后 那几名剑手砍的东倒西歪 只是这剑毒太过霸道 不一时三名护卫 便感觉浑身酸麻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机体 半跪在了地上 便在此时 他们抬起头来 看着一双恐怖的剧长 拍上了自己的头颅 范贤躲在梧桐树后 逼开了起初的剑枝 却没有办法 马上赶去支援自己的属下 耳听的高强之后 传来三声熟悉的惨呼 他心头狂怒 哀痛之下 竟险些被深周那两柄 像毒蛇一样的剑刺穿 困住他的是两个女子 穿着一袭黑衣 手中的剑上面 也漆着黑漆避免反光 很明显 是相当老道的刺客 范贤心里清楚 对方既然不蒙着脸出来 那肯定是要自己这一行武人 全部杀干净 一转身 脚尖在地上一凝 膝盖微弯 让左侧的那柄剑 擦着自己的左胸过去 紧接着又是显知 又显得臂右边的那把剑 范贤没有学过武功招式 只是接受过武竹 长达十年的教育 所以眼下的闪躲 完全是下意识里的举动 好在这两柄黑剑 虽然灵动如蛇 鬼魅如烟 但毕竟无论是速度 还是准确度上 比起武竹手中的木棍 差得太远 所以范贤才有可能 在显知又显的局面里 一次一次躲过 如腹骨之躯般的刺激 三人人沿着墙角 欲战欲远 范贤终于从惊慌中 醒了过来 此时双眼 在看这两柄剑 似乎觉得剑间 都变得慢了许多 而那两名 面色惨白的女刺客 却是发现对方 看似狼狈 但自己手中的黑剑 根本无法刺中 她的身体 又是轰的一声 远处向脚的墙倒了 一个像巨灵神般 高大的汉子 从断壁里走了出来 静止走到左腿 重剑倒在梧桐树下的 一名护卫身前 今天跟随范贤出门的 四名护卫已经死了三个 这是最后一个 也已经浑身酸麻 倒在树下 刚才范贤去抓她时 并没有注意 这时候隔着剑光 才发现原来是藤子精 范贤心头一紧 闷哼一声 便想往那边闯过去 只是没想到 这两个女子手中歹毒的剑芒 竟是毫不放松 困在自己四周 正在此时 本来看上去 已经奄奄一息的藤子精 忽然从地面上一跃而起 一直藏在身后的腰刀 化成一道一芒 猛地斩向那名大汉的脖梗 范贤心头狂喜 紧接着又是无比震惊 只见那名大汉 微微偏头 举起右手 就像捏住苍蝇一样 捏住了藤子精 冒死砍出的一刀 一丝血从大汉的虎口 上流了出来 但手掌却没有被这刀砍断 真不知道他的身体 是什么做成的 藤子精见识不妙 闷哼一声 脚尖在大汉的胸膛上一点 便准备借力越过旁边的墙去 范贤的几个护卫之中 藤子精虽是领头的 武道修为却是最弱的一个 但他的头脑却是最清醒的一个人 大汉咧嘴一笑 一拳打了过去 藤子精此时却感觉体内剑毒发作 浑身一软 没有避开 只听得喀喇一声 藤子精一声惨嚎 整个左大腿被这一拳生生从中打断 倒在地上 鲜血迅速渗出裤管 当大汉捏住藤子精那刀的时候 范贤已经知道不妙 闷哼一声 脚步硬生生一顿 显之又显的 让那两柄黑剑擦着自己的胸腹 交错了过去 剑锋刺穿了一斤 也在他的身上滑出两道交叉的血口 而范贤终于借着这一刹那的空隙 双手一捏 两道粉红色的青烟闪过 直喷两名女刺客的面目 女刺客反应神速 练气闭嘴 脚尖一点便准备顿开 范贤好不容易寻到这么个机会 哪里肯放过 一声大喝 体内霸道真气急出 双臂一震 静似疏忽间 手臂长了一截 手掌将将挨到了 两名女刺客的咽喉 两声卡拉轻响 女刺客喉骨尽碎 嘴吐血末 软绵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而此时 那具大汉已经举起了手 正准备往藤子经的头上拍去 范贤很冷静 这种冷静来自于 两世为人的经验 更来自于费戒与五竹的教导 他此时根本来不及思考 为什么五竹书没有出手 但知道自己面临着来到京都后最危险的一次考验 如果自己连这个考验都无法度过 那只能证明自己根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再活一回 四章的距离 他只用了一眨眼的时间便奔了过去 左手一翻已经为了一颗要玩入嘴 右掌一举便拦在奄奄一息的藤子经之前 将那大汉的手掌挡在了半空之中 一声闷响在巷子里抱起 阵的旁边的梧桐树都开始颤抖 树叶纷纷无力坠下 范贤觉得右手那处痛入骨髓 一道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强大力量 从那个大汉的手掌里传了过来 不过片刻功夫便要支撑不住了 他闷哼一声 唇角渗出一丝血来 却一点也不慌乱 左手已经摸到那个扳机 准备给对方致命的一击 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一道风从巷口来 轻柔无比地绕着范贤的身体 打着转 似乎有一股奇怪的力量 以风为媒介 不停与他的身体较着劲 这股力量虽然不大 但十分讨厌 有力地干扰了范贤接下来的动作 大汉咧着嘴呵呵笑着 看着范贤的目光 却像急了一头蛮力十足的野兽 双眼之中也泛着恐怖的星红 范贤眼光透过大汉宽阔的背影 看到了巷口一个有些模糊的人影 那人带着竹斗笠 让我拍碎你的脑袋吧 大汉似乎发现范贤没有什么办法了 狂声笑着 手掌上的力量又增加了几分 范贤冷哼一声 知道自己面临着众生以来最大的困境 右手臂开始微微发抖 内心深处却不停地狂喊着 拍你妈的 在这生死时刻里 一直周游于他全身 似乎早已平静如糊的真气 就像是遇到了某种挑衅 再也无法安静起来 一股宏大的真气从他后腰血扇出 喷勃而出 沿着他体内的小循环 猛地灌注到他的右臂之中 在那一瞬间 范贤有一种错觉 自己的右臂是铁柱的 强大的真气 对撞让两只大小相差许多的手掌 分开了一寸左右的距离 然后紧接着狠狠地再次撞上 哄的一声巨响 是无数道奸笑 二人深周泛起无数道奸细的真气碎流 将空中飘舞的梧桐树 叶丝的粉碎 死吧 范贤狂吼一声 以极恐怖的控制力收拳而回 又直显出拳 激在大汉的胸腹上 大汉脸上浮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神情 一张嘴吐了范贤满脸的鲜血 胸腹处明显凹下去了一个大坑 但谁也想不到 这名大汉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顽强 受此重击之后 竟还稳力不动 反而大手如菩萨 一般狠狠地扇在范贤的右肩上 范贤的右肩 马上变成了被黑瞎子抹过的豆腐一般 一片狼藉 鲜血横流 但范贤骨子里得很近 今天终于爆发了 受此重创 竟只是痛呼一声 整个人借着力 扑入了大汉的怀中 左手已经掏出那柄细长的匕首 狠狠地插入了大汉的咽喉 然后他用力地往下一拉 大汉的胸腹处 先是被砸出一个大坑 紧接着又被开了膛 稀里拉滑的内脏 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 鲜血和腹液裹着那些筋膜肠脏 流到了他的脚上 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抬起头来看了范贤一眼 然后往后一倒 像颗大树般砸的地面 嗡嗡作响 整个世界安静了 范贤喘着气 很困难地保持着战力的姿势 看着巷口那个 带着竹斗笠的模糊人影 第五十章调查 清风徐来 血光不散 范贤看着巷脚带斗笠的那个人 隐约猜到对方是被捂到高手 是做鸡肋的法师 但想不到 今天却险些因为对方死在了大汉的手下 那个人影很有礼貌地向范贤行了一礼 然后准备离开 两个人相距足足有四丈的距离 而这个法师擅长的是封术 很自信如果自己逃跑 除非是四大宗师亲至 不然天下没有人能够抓住自己 更何况是重伤之后的范贤计划已经失败 自然要潇洒地转身离开 范贤看着依然讲究封度的纳斯 扔下细长的匕首 抬起左臂轻轻抠动饥簧 向口处那个人影捂着咽喉 倒在了地上 痛苦地嘶吼了一声 马上毕命 死尸的手指间竖着一只细巧的夺魂弩剑 傻逼 魏藤子精吃了一颗药丸 剑毒总算轻了一些 人已经醒了过来 便余毒未消 肯定还要回府再行医治 范贤漂亮的脸此时十分苍白 再染着大汗喷溅出来的鲜血 看上去格外恐怖 他看着醒过来的藤子精说道 捏住这个地方 他指着藤子精大腿根的某处 这里是大动脉 藤子精大腿已经断了 痛得满脸发白 汗如黄豆一般躺了下来 哆哆嗦嗦地用手摁住大腿根 触动了伤处 忍不住又是叫了一声 但藤子精确实是条好汉 眼看着范贤丝不止血 又倒了些让自己着痛不已的粉末 在伤口 竟是再也没有哼一声 这种伤势最要紧的 便是受伤后的一刻钟之内 范贤前世有个说法 叫白金一刻钟 范贤紧张地处理完之后 确认应该不会导致藤子精丧命 这才松了一口气 险些跌坐在地上 藤子精困难 无比地说道 少爷 你的伤 范贤这时候 才想到自己的伤口 发现右肩处 无比疼痛 他痛哼一声 真气韵至那处 发现经脉 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没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开口说道 你静躺着等会儿 他心里还存着 万一的想法 沿着那个恐怖大汉开出来的断臂处走了进去 只见墙后全是尸体 大部分是被那三名勇敢的护卫斩杀的剑手 然后他看见了那三具浑身缩成一团 头颅已经被拍碎了的尸首 缩成一团是中了剑毒的症状 头颅肯定是被那个恐怖的大汉拍碎的 确认了这三个护卫的死亡 范贤沉默着退了出来 坐到了藤子经的身边 沉默地再次包扎自己的伤口 沉默地等待着某些友人或者是敌人的到来 牛兰街范贤遇袭事件 毫无疑问成为这个阅历京都最害人听闻的消息 沉默持平日久 守善之地的京都更是精进森严 连寻常的杀人案子也极少见 更何况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街行刺户部侍郎犯贤大人的大公子 虽然这位大公子到如今也没有录入族谱 但这件事情毕竟和以前那春斗殴案件不一样 刺客明显是来杀人的 而且居然动用了剑手 京都种地居然有人能够用剑手杀人 这已经触及到了朝廷统治的最底线 所以庞大的庆国机构开始运转起来 没有花多少时间便查出了这件刺杀事件的真相 这也必须感谢范贤 如果不是他在被刺杀的过程中奋起反击 将对方的主力军尸首全部留在了牛兰街上 这个案子估计会成为庆国历史里面的又一件神秘凶案 主要是被范贤当初一样开堂的那个大汉太有名气 所以这个案子的侦破并没有花太多功夫 至少看监察院陈院长和费大人依然没有急着赶回京 就知道事情并不是很严重 那位大汉叫成巨树 是北齐国出了名的凶人 一身横练功夫 刀枪难入 最关键处是力大无比 真气雄魂 是天下术的出来的八品高手之一 而被范贤砍断咽喉的美女蛇刺客 则是一个小诸后国的杀手 监察院暗中却十分清楚 这对姐妹花杀手其实一直在北齐国的控制之下 所以案情似乎完全明朗了 这起刺杀的幕后主持者是北齐国 只是不知道是那位年轻的皇帝 还是那位德高望重的国师苦和 京都的人们议论纷纷 不停猜测为什么如今虽是病虎 但有有余威的北齐国会对范家公子下手 虽然范贤如今在京里已经有了些失明 有了些花明 有了些凶明 但放在整个天下看去 依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北齐付出了一位八品高手 两名放在诸后国的女刺客的代价 居然只是为了杀死刚刚入京不久的范贤 这是无论如何也很难解释的事情 但对于庆国真正掌握权力能够接触到秘密的人而言 北齐国却是用的一个妙招很招 不知道对方的探子是如何打探到范贤在以后的几年里 有可能接手皇商方面的产业管理权 所以变成了太子殿下与二皇子之间角力的目标 如果能够成功杀死范贤 然后远顿 人们肯定会怀疑这件事情是不甘心丧失金钱来源的太子做的 或者说会怀疑是二皇子故意杀死范贤来栽赃陷害太子 不论是哪一种猜测 都会对庆国的朝政带来一场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的波荡 范贤只是一个小人物 但他的死活却是个大事情 监察院二处的官员们每每分析到这里 都很佩服北齐国的同行们会想出这样漂亮的计划 只是一个小动作 却可能延缓庆国一直暗中筹划中的北伐事宜 北伐事宜只存在军事院的参谋室中 监察院的规划是李皇帝陛下的脑子李打还是不打 终归是皇帝陛下的一句话 所以北伐一直活在这种阴影之下 他们选择此时出手 还真是见极聪明的举措 前提当然是能够成功杀死范贤 还不留下献豪献索 只是北齐方面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角色 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范贤身边的四个护卫都是斯南伯的私藏 各个拥有无品的实力 所以能够在中了剑毒的情况下 还能清扫干净剑手 当然最可怕的还是那个漂亮的私生子 竟然能够在围攻之下杀死了两名以读准著称的女刺客 和那位八品高手成巨树 至于那名法师 没有人在意 只是鸡肋而已 监察院与刑部的联名折子已经出来了 确认是北齐座的 后面连着的那根线也已经拔了出来 二皇子约你相见 安排在刘京河上 他以为你喜欢斯里里姑娘 所以就选择了罪先居 但谁都猜不到 罪先居竟然是北齐放在京都的一个暗庄 斯南伯范健坐在昏暗的卧室里面 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 冷静地说道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是既然你人没有什么事情 那些刺客也都死在了你的手上 这件事情就算了 就算了 范贤心头微寒 转而说道 斯里里的人啊 在逃往北方的路上 被监察院四处的人截了下来 目前正在押回京都的路上 希望他不要死 范贤的声音很冷淡 范健笑了笑 监察院看管的人 向来都是不容易死的 你认为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 范贤忽然微笑着问自己的父亲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判断 那些简手是怎么混入京都来的 我已经听说了 那些简手的尸体第二天就被火化 是不是有人害怕从这些人的身上发现什么 范贤有些困难的测了测身子 说道 我知道您不愿意 我知道这些事情 是害怕我忍不住去报复 但是我想我有权利知道 是谁想要我的命 范贤冷冷地看着他 说道 你应该清楚 我代表皇帝陛下拥有一部分暗中的力量 这股力量虽然远不如监察院强大 但是也足够专业 但是我们依然无法查出与北齐人勾结的是谁 怀疑的对象并不局限在太子与二皇子中间 甚至还包括宰相 还有长公主 既然无法弄清楚究竟谁是真正的敌人 那就不要太过声张 为自己树立太多的敌人 范贤继续说道 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希望你能接受 范贤点点头 又触动了肩头的伤势 眉头皱了一下 喘了两口气后 回答道 我会想办法查清楚这件事情 范贤很满意 儿子的表态 安慰了几句 便离开了卧房 父亲离开之后 范贤的眼睛一下子就沉静了下来 看着昏暗房间里的一个角落 略带了一丝怨气问道 为什么那天你没有出手 五竹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眼睛上依然蒙着那块黑布 黑布上没有一丝皱纹 就像他那张永远没有表情的脸 咁着呢 你没有跟你说过 没有一丝皱纹 标准竿 我需要 civilization